这些饭很难吃 我要吃大块和铁板餐 你别说话要 一口都吃光 吃 敌人一起吃 我请你吃 这个赶和玉井当面枪声的男人名叫戴富乔 身为90年代名震一时的大汉匪 他不仅抢劫运钞车被无罪释放 还绑架过李嘉诚的儿子获得了十亿赎金 可以说凭一己之力走上了人生巅峰 1991年强哥带领小弟们打劫了运钞车 成功抢到了一亿六千万港币 小弟们戴着面具辛苦搬运着钞票 而作为老大的强哥取下面具抽烟时 无意间发现一名押运员的眼罩松了 眼看强哥朝着自己走过来 押运员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 强哥找到了他衣服上的编号 威胁他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 如果他敢举报自己定会家破人亡 强哥最终没有选择杀人灭口 而是戴上这笔巨款逃之夭夭 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报纸头条 强哥和妻子却根本没放在心上 只顾着看那被山面海的别墅 因为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强哥只想好好给他一个家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一批警察就敲开了他的家门 手铐都已经戴在了手上 强哥依旧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扬言让警方最好拿出证据 否则就要告他们 很快那名押运员就被叫过来指认劫粉 警官 这是不是单面镜里面是看不到我的 你不必怕 警方会保护你 你说得轻松 他们是汉匪 很恐怖的 等里面的人一字排开后 押运员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强哥身上 不必怕 认出是谁就指出来 你找死 我会有你的资料 你举报我 我就宰了你唇将 回想起昨天大夫强恶狠狠的警告 押运员立刻耸了连忙否认这里有嫌犯 酒精沙场的李士昌立刻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是一手下将押运员带到沈温室 你刚才为什么不指证大夫强 警官 我好害怕 如果我指证他 他一定不放过我的 我假认有大有小 我不想死 你明明让他做的 也不跟我们合作 将来查出来 你也会惹麻烦 在李士昌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押运员终于答应和警方合作 有了他的证词强哥被告上法庭 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初来乍到的他早已凭借抢了运钞车 在这高墙之内被人称之为大富豪 吃中午饭的时候旁边的鸡熊告诉他 今天是上级过来巡视的日子 为此厨房还特意加了餐 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鸡熊立刻神色慌张地告诉强哥 二条吃屎狗啊 是这里的第二把手 谁要是不听个话呢 就花开富贵了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花开富贵 就屁股开花 死很难看 快吃快吃 每次有大人物下来试下 吃屎狗都会让他们把饭吃光 否则的话就会加以责罚 强哥最看不惯这种仗势欺人的混蛋 于是一把扔掉了手中的餐具 吃屎狗愤怒地朝他走来 这也就有了开头提到的故事 见有人敢如此顶撞自己 吃屎狗叫嚣着让强哥别后悔 话音未落 监狱高层就带着上级走了进来 强哥看机会来了索性站起了身 我投诉这儿的饭菜太差了 还被监狱长恐吓 不然我把事实说出来 嗯 你回去写份详细的报告给我 别说了 至此两人彻底结下了梁子 这天妻子来探监的时候 带来了收费最贵的律师名单 并表示他们的赢率也是最高的 老公 你放心 你的上司一定会打赢 我当然会放心了 难道我连自己老婆都不相信吗 除此之外 妻子还带来了几本厚厚的法律书 强哥也坚信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定可以找出法律的漏洞 从那以后强哥每天苦心钻研 把披荆鸡雄也成了他的小跟班 在他的引荐下 强哥认识了独马的庄家阿七 其实阿七刚出餐厅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强哥 在看到吃屎狗和几名犯人 窃窃私欲时 阿七推测他很有可能会对强哥不利 果不其然当他们走进月览室后 其他人非常识趣地走了出去 就连看守也好心地帮他们关上了门 下一秒沉浸于书本中的强哥 便毫无征兆地迎来了一顿暴打 关键时刻阿七推门而去 悄悄拿起桌上的木棍仗义出手 尽管在人数上依旧不占上风 但至少挨揍的强度少了一半 眼看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吃屎狗这才静止走到了强哥身边 吃屎狗没想到阿七会去帮强哥 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有了阿七的暗中帮衬 强哥在狱中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后来阿七拿给了强哥一张报纸 上面是劫匪抢劫金行600万的新闻 而这件案子的主谋正是阿七的老大雅骨 阿七告诉强哥有机会介绍两人认识 转眼过去了四年时间 强哥的孩子都已经上幼儿园了 他的上诉也终于提上了日程 听此言妻子喜出望外 他没想到强哥竟然真的找到了突破口 而这个最大的法律漏洞 就是押韵员前后矛盾的证词 加上资深律师在外面运作 这起板上钉钉的案子终于得到了重审 鸡熊和阿七坚信强哥肯定能脱嘴 但吃石狗却并不这么认为 没想到吃石狗很快就被啪啪打脸 强哥驾驶着一辆黄色超跑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隔天代副强一脸得意的照片 就被记者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更嚣张的是他还以冤案的名义 向香港警方索要了800万港币的赔偿 尽管如此强哥依旧没有打算收手 而是选择把抢劫改成了绑架 并把目标锁定在了香港富豪李友诚身上 强哥明白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完成这个大胆的决定 于是在阿七出狱当天特地来接他 并希望他能介绍牙狗给自己认识 你说过有机会给我介绍你老大的吗 他很找钱外人 你做介绍他一定会接我的 在阿七的引荐下强哥带着小弟狐狸 来到了牙狗的藏身之处 只是令强哥没想到的是 鸡熊竟然成了阿七的小弟 走进饭店之后 强哥立刻感受到一股杀气 坐在角落里的正式以夜计欢为原型的贼王牙狗 当阿七拉着狐狸和鸡熊坐到一边时 鸡熊突然喊着肚子疼匆匆离开 两大汉匪碰头绝不会吃饭喝酒这么简单 有诚意跟我合作的 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 就看过不过俩今天 还等什么 通进来的便衣瞬间非死即杀 雅狗手拿喷子表情冷酷地杀了出去 有了这一次并肩作战的经历 雅狗和强哥的关系也亲近了许多 才有两类 我这类是靠头脑 我认第二不会有人认第一 而你这类靠凶狠 我想全中国人没人比得了你了 如果我们合作一定天一无缝 就在两人深入沟通时 强哥突然察觉到外面有人 追出去后发现鸡熊神色慌张地在打电话 等雅熊离开后强哥过来按下了回锅键 强哥把刚刚的发现告诉了雅狗 希望他能除掉鸡熊这个叛徒 深夜两人守在一家夜总会门口 当鸡熊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时 雅狗把枪上好堂走到了他身边 伴随着几声枪响鸡熊隐恨西北 两大汉匪就此一拍即合 把绑架李友成长子的事正式提上日常 强哥等人负责香港方面的资料收集 雅狗等人负责从捡苦债购买军货 我想告诉你我做事的原则 我要有绝对的主视权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吩咐 千万不能出错 只要不出错 警方就没办法 我们同在一条船 一定要一条心 如果我发现 谁出卖了兄弟 我说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负责购买军火的阿七在赌场欠了不少高利贷 为了这件事不传出去 他打起了军火钱的主意 还有多少钱 连买货的钱一共有八十万吧 八十万 全给我 但是火急公司全靠就行 少接近歪歪的 因为阿七挪用了军火钱 导致迟迟没能买到武器 雅狗出手狠狠暴打了阿七一对 多亏强哥及时出面将他拦下 表示大家都是干大买卖的不能自乱阵脚 雅狗看在强哥的面子上放了阿七一马 强哥叮嘱阿七千万不要再出差错了 等他筹备好军火后几人一起去香港 到时会有个叫阿东的过来接他们 然而当他们提着军火来到码头时 原本应该在此接应的阿东却没了踪影 就在狐狸打电话询问情况时 负责巡逻的边境警察发现了几人 心狠手辣的雅狗举枪射击 却因为没上堂错过了最佳时机 警察抓住机会举枪反击 在几人奋力反击的同时 巡逻警察也呼叫了增援 此时的雅狗腰部以下失去之举 但强哥却仍然不愿意放弃 直到警方的增援赶到 强哥只能被迫放弃雅狗 拿起冲锋枪加入了枪战 随着赶来的警察越来越多 三人只能丢下雅狗边打边退 让他落入了警察的手中 关键时刻阿东姗姗来迟 气得强哥杀了他的心都有 可现在毕竟还是逃命要紧 回去之后强哥狠狠教训了阿东一顿 别人怎么教你的 要你做事要小心 请问别出错了吗 我叫你来接我 你去任何地啊 你混蛋 老大我也不想这样 因为真坏了 不行 打死你我也不行 在阿七和狐狸的拼命劝阻下 愤怒的强哥才逐渐冷静下来 强哥我是大夫强 你是商界中最有头脑 而我在江湖中也是最有头脑的 你是我的偶像 为了不让牙狗落入警察的手中 众人决定杀进医院里去营救牙狗 可此时的医院早已戒备森严 大量特警和狙击手都已纷纷就尾 就等着他们过来营救十亿网打尽 回去之后几人士气低迷 陈聪一位老大受伤决定退出小队 一番思索过后 强哥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三人驾驶着两辆车 在李友诚长子每天的必经之路上 强行逼停了对方的车 然后戴上面具将他强行掳走 直奔李友诚的家中而去 负责接应的一众小弟则开车跟在后面 就这样强哥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摇大摆地闯进了李友诚的家里 这也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强哥我是大夫强 你是商界中最有头脑的 而我在江湖中也是最有头脑的 你是我的偶像 我肯崇办你的 我想你分点钱给我花花 你想勒索我 弟弟 好害怕 什么意思 你儿子 也就是我们的饭票 作为当时的香港首富 李友诚自然不会为钱发愁 只要能保证儿子的安全 他愿意答应强哥的要求 只是没想到强哥会狮子大开口 张嘴就要五亿美金的现钞 你建一个乌鱼 起码赚几十亿了 难道你儿子的命比不上一个乌鱼 五亿美金差不多是四十亿港元 上时间我去哪筹得这么多钱呢 我不会胡乱要求的 诚哥 你儿子的命不值四十亿 但加上你的命该值了吧 此时外面来了一批警察 我提醒你 你儿子在我手上 哎呀 我有准备 我敢来就不办 如果你不合作 我们就通过预计 强哥亮出的炸弹震住了李友诚 所以在面对警方的询问时 李友诚匆匆将他们打发走了 强哥对李友诚的配合十分满意 表示自己会在前到手后放人绝不食言 你认错的样貌 如果我收了钱撕票的话呢 李诚哥有财有势 要抓我代付钱 这是易如反掌啊 几番周旋下来 李友诚答应给赎金可四十亿实在太多 会让很多银行陷入瘫痪引起全港主务 这样吧 我尽量想办法 在影响最小的范围之内 看看筹到多少现金 在李友诚打电话筹钱的功夫 强哥还不忘让人做了碗燕窝尝尝 很快李友诚告诉强哥 自己最多只能拿出十亿港币的现金 我人是干大事的人 点你这么爽快 给你打个折扣 周定十亿三千八百万 又生又发 好兆头 砍完架后 强哥心满意足地喝起了燕窝 砍完还让李友诚教自己打高尔夫 要发达就得靠自己 不可以靠什么六合彩啊 多保奖之类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世上钱最重要 没钱的话什么都不行 我不能忍受自己没钱 我还用自己的命来赌一把 做一些其他人不敢做的事 在最短的时间内 赚最多的钱 这就是我的人称哲学 隔天李友诚准备的赎金就送上了门 看着这几大麻袋的现金强哥乐开了花 立刻打电话通知小弟 把他儿子送回 财神爷 你现在可自由喽 快进去 你老爸等着你吃早餐呢 这么多白花花的现金摆在面前 几人的心情瞬间兴奋极了 强哥还丢出一打现金 让狐狸拿去拜地主 放口来着 我们横行无际 拜完地主就到了激动人心的分钱时刻 按照之前说好的比例 强哥占一半 其他人一人一役 哑狗的那份 由阿七帮忙带回深圳交给他的家人 我老大他好像没出过什么力 说好了分他两亿 又给他两亿 阿七 哑狗虽然没动手 但也是为这件事而坐牢的 算是给他的安家费 好 既然这样就照你们说的了 一段时间后 强哥来监狱看望牙狗 发现他的情绪很是低落 原来阿七独吞了那笔钱 并告诉他这次行动他没有参与 所以分钱没有他的份额 闻听此言强哥愤怒至极 这样的小子非得教训一番不可 牙狗 你放心 我说过的一定会做到 一定会做到 随后强哥带着狐狸直奔深圳 找到了每天被小弟簇拥着的阿七 面对强哥的当面质问 阿七死活都不肯承认 没办法强哥只能来应的 我祖班时说过 没出卖兄弟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你这么快就忘了 你只有三个人 我这这么多手下 你怎么带我走 此时躲在角落里的陈聪掏出了手枪 忠心护主的他 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老大 就这样阿七被强哥押回深圳 准备把他交给牙狗的兄弟们处置 一路上阿七难掩内心的恐惧 碰巧前面遇到有警察射卡拦截 阿七抓住机会奋力反抗 并顺利拉开车门逃了出去 不想被警察一锅端的强哥 只能选择暂时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从那以后阿七便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由于自己的钱已经被挥霍一空 强哥决定顾忌重施策划第二期绑架案 而受害者则是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正当警方毫无头绪至极 阿七给中案组打去了举报电话 不仅如此 阿七还勾结监狱里的吃屎狗 让他出面好好照顾一下牙狗 在利益的驱使下吃屎狗给牙狗注入药物 牙狗的遭遇很快传到了强哥这里 对兄弟最讲义气的他自然不会做事不理 只是还没等他有什么大动作 香港警方已经和大陆警方联手 准备一起对他实施不控抓捕 大夫强正找寻一个叫陈琪的 我们查到陈琪的下落 他现在江门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内讧 引大夫强去江门 大夫强在捷波寨买了八百公斤炸药 经内地运到香港 我们就利用这批炸药 让大夫强 抓回国内 香港警方很快攻入了强哥的驻残 奈何里面空空如也一家人早已逃之夭夭 幸运的是他们搜到了那批炸药 向新闻界发布消息 说我们搜到炸药 再加上陈琪的消息 大夫强知道之后 一定回内地 一切正如李世昌所料 此时的强哥不顾妻子的劝脑 铁了心非要回内地找陈琪算账 顺利通过关卡之后 强哥和狐狸直奔目低低低而去 殊不知所有的一切都被警方看在眼里 此时的阿七找出藏好的钱准备跑步 结果刚出来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强哥 身中竖枪的阿七依旧向前爬去 企图吹灭上面的火苗 强哥并没有选择杀掉他 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浪费子弹 两人转身刚要出门就被警察拦下 最后狐狸为了掩护强哥撤退重担身亡 而乘坐出租车准备逃离的强哥 却意外遇上了大塞车 巧的是车子刚好停在了警车旁边 就这样一代汉匪锅当入狱 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就是代付强 但警方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证据 完全可以启动林口公来定罪 还表示会请他的妻子协助调查 看到一家三口的温馨合影 强哥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瞬间被击垮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我说书了 没两个要求 怪见律师 没律师我什么都不会说 还有 我老婆是无辜的 你们不可以缠着他 故事的最后 代付强为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电影《轰天绑架大富豪》到此结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点关注不迷路挥书带你上高速 咱们下期再见